第41集 细斗白龙王 马四海带着小江出了清水镇 往着认定的瑜伽铺方向一路飞奔 马四海担心七叔知身犯险 有什么不测 一路急奔 小江也拼尽全力跟在后头 兄弟二人一千一后 跑了足有个把时辰 我说你能不能快着点 是你跑得太快了 小江有些吃不消了 刚发了句牢骚 马四海突然停住了脚步 小江猝不及防 一头撞在了马四海的背上 撞得鼻子生疼 干嘛突然停下来 小江揉着鼻子 痛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问马四海干嘛突然停下 马四海却反问他 怎么跑了有多久了 跑了 有个把时辰了吧 小江心细 小江心细 一估摸这一路跑下来 少说也得有一个时辰了 按矫程来说 我们应该到瑜伽铺附近了 可你看 马四海满脸疑惑地 打量着身前身后 若按二人的脚程来说 该跑到瑜伽铺范围内了 才对 可两人此时 却置身山林之中 观望前后 可没有镇垫 这周围可不像是 有镇垫的样子呀 是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经马四海这么一说 小江也回过味来了 这一路只顾着紧跟马四海 倒忽略了这一点 看着小江指错了路 还一脸蠢萌的样子 马四海发了标 你带错路了 我们走错了 小白痴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师兄 找个人问路吧 还能怎么办 可责怪小江 也于事无补 马四海只能气哼哼地 接着往前走 想找个人问问路 走出去没几步 马四海又来了个急停 小江还是没防备 又撞到了鼻子 干嘛又停下呀 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小江揉着鼻子 只问马四海 是不是存心的 马四海伸手往前一指 让小江观桥 那边有人过来了 就见远处的山路上 走过来几个人 抬着一顶大红的轿子 看样子是办喜事 可奇怪的是 只有教夫抬轿 并没有送亲的队伍 也没有鼻乐手吹弹 那几个人 那几个教夫也都是低眉搭眼的 一脸丧其样 轿子刚走过去 打后面跟上来一对中年夫妇 女的哭得很是伤心 看样子轿子里坐的 是他家的孩子 男人呢 就拽着妇人 不让他追赶轿子 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家女儿 干嘛哭得这么凄惨呢 这一幕 看得小江很是奇怪 这头一回见到嫁女儿 跟出殡一样丧气的 马四海把肩膀一抱 给小江分析起了 这里面的缘由 你懂什么 你看成亲连个吹鼓手都没有 肯定穷得叮当响 怕女儿嫁过去受苦 你们胡说什么呀 我孙子才六岁 老人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马四海话音未落 打从身后又赶上来一个人 说轿子里是他六岁的孙子 这一出又一出的 搞得马四海和小江 是一头雾水 那轿子里 是我六岁的孙儿 和张婶八岁的女儿啊 那老汉说他姓王 轿子里抬的 是他六岁的孙子 还有张婶家的小女儿 不用问 前面哭哭啼啼的女人 就是张婶了 那就是在接娃娃亲了 是娃娃亲都好了 听王老汉 听王老汉说到这儿 马四海以为是两家在接娃娃亲 可王老汉却说不是 说到两个孩子的去处 王老汉便忍不住哽咽起来 他擦了一把眼泪 说轿子里的两个孩子 是要献祭给白龙王的 这两个可怜的孩子 是被选出来给白龙王献祭的 马四海和小江一听 给白龙王献祭 顿时来了精神 追问老汉到底是怎么回事 白龙王 什么白龙王 你说清楚一点 是啊 你说清楚 我师兄一定会帮你的 大概是一个月以前 有那么一天 王老汉说 在一个多月以前 有那么一天 孙子上空突然乌云密布 一时间狂风大作 下起了冰雹 房屋 庄稼 人畜 无不受损 风亭雨霸之后 乌云之中 出现了一条白色老龙 说是掌管那一带的龙王 要降罪给村民 我是掌管这里的白龙王 我要惩罚你们这些贱民 村民们哪见过这阵仗啊 龙王现身 纷纷跪倒在地 龙王爷息怒啊 不知我们做错了什么 惹得龙王爷如此气恼 多年以来 我保你们风调雨顺 却未见你们有任何供奉 请龙王爷息怒 罪民知道错了 你们要为我建一座龙王庙 每日香火供奉 记上三声供品 罪民一定照办 村民不敢不从 一一答应了下来 而那老龙一摆尾 消失在了乌云之中 龙王显灵降下一旨 村民不敢怠慢 纷纷出钱出力 在山上建起了一座龙王庙 又在庙前建了祭祀台 每日香火三声供奉着 村民们更是前程跪拜 过了有那么几个礼拜 龙王又再次现身 说是村民要有大的劫难 必须献上童男童女一对 他才能帮忙化解 你们村子将有大劫 供奉上一对童男童女 助我化解劫难 啥 供奉童男童女 一时间 村民全都犯了难 这盖庙宇献牲畜 每家勒紧裤腰带 都能应付过去 这如今上哪儿 去找童男童女 用来献祭呢 童男童女 到哪儿去找童男童女来呀 是呀 谁家肯把孩子拿来献祭呀 三日之内 若不将童男童女送至庙前 全村将人畜不留 那老龙撂下了狠话 三日后 若不见童男童女 摆在祭台上 全村只要是喘气的 一个都不留下 都得死 村民被逼无奈 只能以抽生死签的方法 选出献祭的童男童女 结果呢 王老汉和那位张婶倒霉 全都抽到了死签 要把孩子献祭给龙王 小江听到这儿 就问马四海 师兄 这世上真的有龙王吗 还这么坏 马四海说 当然有龙了 不过要受天条约束 绝不可能如此为非作歹 这里面 怕是六有玄机呀 马四海眼珠子一转 想到了一个主意 就趴在小江的耳朵边 敌过了起来 小江听了 笑着应声而去 王老汉不知道这二人 在搞什么名堂 劝说马四海 你们可别乱来呀 惹怒了龙王 我们可得罪不起呀 我们兄弟二人 帮你们除了这条妖龙 妖龙 马四海把胸脯挺得老高 声称要和小江一起降服 维获一村的这条妖龙 小江按马四海所说 跑到了轿子前头 把轿子拦住了 掀开了轿脸 轿子里头坐着一男一女 两个小孩 已经吓得瑟瑟发抖了 小江让他们 快些从轿子里出来 回到家人身边 快出来吧 你们可以回家了 快去吧 你们家人都在那等着呢 那几个教夫也是村民 一看小江放走了 献祭的同男同女 可就不干了 怒目责问小江 你把他们放走了 龙王爷降罪下来 怎么办 马四海走到小江跟前 说 我们兄弟俩 给你们的龙王爷做祭品 这 这能行吗 是啊 这不是骗龙王吗 马四海一见那几个教夫 不肯就范 挖着鼻孔 给小江使了一个眼色 小江 小江心领神会 资起尖牙 眼睛变得通红 冲着那几个教夫 吼了起来 那几个教夫一见小江 怎么突然之间 就变得如此吓人 以为小江也是妖怪 吓得连连后退 马四海趁机踏前一步 说 你们几个只要把我们抬到龙王庙 就可以去逃命了 那几个教夫不敢不从 只能硬着头皮抬起了轿子 等上了轿 马四海让小江 把包里的朱砂拿出来 把包里的朱砂给我 咱俩得打扮一下 小江看着马四海 站着朱砂在自己脸上一通抹画 脸上还挂着古怪的表情 心里生起了不好的预感 师兄 你怎么笑得那么奇怪呀 换好了 小江一点都没猜错 马四海给小江抹了个红脸蛋 又换了个小红嘴唇 活脱脱的一个扎直小人的脸 马四海又在轿子里 找了个红色盖头 盖到了小江的头上 再用盖头这么一盖 那妖龙一定会上当的 师兄 用不用我帮你画一下呀 我自己画就可以了 小江被蒙住了脸 问马四海献祭的是两个人 只有他自己画上了 怕是不行吧 他隔着盖头 听到马四海再给自己捣吃 兄弟二人一通忙活 轿子可就被抬到了龙王庙前的祭台上 几个轿夫早就被吓破了胆子 放下轿子 一溜烟全跑了 只留下马四海和小江兄弟两人 在轿子里 兄弟二人准备妥当 静待那白龙王现身 不大功夫 就听得外面狂风大作 吹得轿子支鸦作响 郑主来了 你自己小心 嗯 知道了 马四海心说 这妖风还真不小 怕是郑主要现身了 小声提醒小江照顾好自己 就见乌云密布的天空 一柱黑色的旋风 卷着落叶走时 落到了轿子跟前 马四海透过盖头下面的空隙 看见一人身穿白袍 白靴 掀开了较脸 看到马四海和小江 正了一下 怒骂道 岂有此理 我要的是同男同女 怎么会送来的是一大一小 那白袍人嘴里嘟囔着 可还是接下了马四海 和小江头上的盖头 盖头一接下来 马四海和小江 往眼前一望 都是大吃一惊 眼前身着白袍的人 还真是龙王的模样 那老龙王见马四海和小江 画得如同鬼一样 也是往后一退 就这么一愣神的功夫 马四海掐了个指掘 截了个法印 拍向了龙王 本以为那龙王会闪避 可没想到 却结结实实地 打在了龙王的身上 龙王被这一记法印 打出老远 马四海和小江 趁机跳出轿子 抹去了脸上的妆容 兄弟二人 再往那龙王身上一看 都是一乐 正如马四海所料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龙王 只是那白袍人 用障眼法幻化成的 什么狗屁龙王 果然是障眼法 那白龙王 被马四海这一击破了弓 现出了真容 竟是一个独眼老者 在地上爬起身来 问马四海的来路 哪里来的野小子 坏我好事 我乃蚂蚁宗掌门 天师 马四海是野 马四海把胸脯一挺 抱了家门 这会儿他也自称是掌门人了 一来是听着气派 二来也属实如此 原来是你 真是冤家路窄呀 那老者爬起身来 看清了马四海的模样 顿时大怒 看那样子 是和马四海有着深仇大恨伴 今日便清算一下 我们的旧账 那老者周身力气地 走向马四海 旧账 我欠过你钱吗 不要装傻充愣 你不记得我这只眼睛 是怎么瞎的了吗 马四海依然糊涂啊 他就小声让小江帮他想想 那老者是谁 几时欠过他的账 还没还吗 小江 你帮我想想 有欠过他钱吗 他是不是认错人了 我说的不是钱 那是什么 你难道忘了 当初你是怎么在清水河底 打瞎了我这只眼睛吗 那老者再一次手指着自己的瞎眼 说那是马四海当初在清水河底打瞎的 那是马四海当初在清水河底打瞎的 那是马四海当初在清水河底打瞎的